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下去的时候 万一没能杀住车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简直是手动挡的噩梦啊 而这座桥也因此被日本人称为死亡之桥 足以见得其凶险性 当然 这样奇葩凶险的桥发生的车祸事故自然不会上 在日本 一些老司机为了稳妥起见 就算绕上一大圈 也不会选择从这座桥上经过 而我国的网友们听到日本有这么一座魔鬼桥以后 纷纷表示 如果这样的桥放在我国 那在一些车辆多到走不动时 根本别想从这种桥上面过了 那样会造成更大危险 事故发生率会更高 对于这个死亡之桥 有些人表示 它的设计是十分有创意的 可以给司机不一样的体验 但桥梁本身就是为了方便大众的出行而建造的 而车主却宁愿绕路 也不愿上桥 那岂不是失去了建桥的初衷 不知道你对这座死亡之桥感兴趣不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